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14岁的公主谈吐享乐 把国库当成了提款机 最后酿成大错的故事 1770年法国大革命线息 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14岁的奥地利公主阿珍 因为政治联姻 嫁给了法国路易十六 变成了法国的太子妃 阿珍从来没有见过路易十六 只有一张帅气的照片 根据法国的规定 王妃身上不能有外国的物品 马车抵达法国王宫前 他被迫脱掉了全身的衣服 甚至连自己喜欢的宠物 也被强行带走 可以说阿珍以一种屈辱的形式 嫁到了法国 随后阿珍换上了一件衣服 从这一刻起 他不再是奥地利的公主 刚抵达皇宫 阿珍就受到了 皇室贵族的热情欢迎 丈夫路易十六看起来文质彬彬 两个人在法国的凡尔赛宫 举行了婚礼 凡尔赛宫的奢华和王室的奢侈 让阿珍看傻了眼 婚礼当晚 皇室全体成员 围在小夫妻的床边闹洞房 期待过后 他们拉下了围账 准备做一些羞羞的事情 奇怪的是 路易十六并没有和他入洞房 第二天一大早 阿珍一个人 从两米宽的大床上醒来 只见眼前 占买了一排的女佣 根据王室的规定 王妃不能自己洗漱更衣 即使寒冷的冬天 阿珍也只能脱光了 站在那里等待 每天一早 就是三针海味 而且阿珍每天 还要学习各种礼仪 让他最不能接受的是 丈夫对自己不感兴趣 路易十六唯一的兴趣 就是研究开说 流言蜚语在皇宫流传开来 无法怀孕的阿珍 背上了悲劣的骂名 就这样 阿珍每天早晨一个人 从大床上醒来 吃早饭学了疑 阿珍只能偷偷的流眼泪 就连哭也要哭得如死亚忆 后来这件事传到了 远在奥地帝的母亲耳中 母亲写信告诉他 母嫔子贵 只有生下男孩 才能巩固他在皇室的地位 而且这还关系到两国的利益 随后 医生查出 不孕的问题出在路易十六身上 为了延续皇室的血脉 路易十六开始接受治疗 阿珍开始变得妖娆 千方百计地勾引他 可即使阿珍赤裸裸地躺在窗前 路易十六也不会看他一眼 后来老国王驾崩 路易十六顺利即位 出于补偿的心理 路易十六开始任于阿珍 胡作非为 阿珍再也不用担心自己失宠 彻底释放了天性 精神上的空虚转化为 对物质的疯狂追求 仓库里的金币 全是他的零花钱 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不断地买买买 吃吃吃 珠宝和首饰硬接不暇 各种山珍海味 一样只吃一口 各种名贵的鞋子 一双只穿一次 你仔细看会发现 衣帽间里竟然出现了匡威百鞋 阿珍尽情地享受着 法国王室的奢侈的生活 没有帐篷的宠案 阿珍只能另寻他人来发泄情欲 在一次舞会上 他认识了贵族小鲜肉阿强 阿珍被眼前这个 玉树林风风流倜傥的小鲜肉 深深吸引 王宝看绿豆看对了眼 后来 法国人帮助美国人打了胜仗 在庆功宴上 阿珍又遇见了小鲜肉阿强 路易十六的生理缺陷 无法满足阿珍 促成了阿珍和阿强的放飞自我 经过三番两次的相遇 阿珍和阿强终于为爱鼓掌 经过长时间的治疗以及王室的开导 路易十六终于开窍了 呼呼声为做回的真男人 很快到来 阿珍就剩下了一个小公主 作为奖励 路易十六送给阿珍一座城堡 没过多久 阿珍又剩下了一个小王子 他决定相夫教子 重新开始生活 可是由于他的过度挥霍 国库已经空虚 民不聊生 愤怒的民众接杆而起 推翻了路易十六的暴政 一夜之间就占领了凡尔赛宫 阿珍和路易十六被赶出了皇宫 开始了流亡的生活 《绝对演后》是一部 根据传记改变的电影 其实真实的历史更悲惨 阿珍的奢侈引发了民众的不满 被送上了断头台 路易十六成为了法国历史上 唯一一个被砍头的国王 由此可见 女人要是败起家来 比男人厉害多了 女人厉害多了